各位卖子学位的网友大家好 这一节我们学习列表与代码 那这一节呢 的课程比较简单 所以我讲课的速度会比较快 那这一节我们主要学习 bootstrap对于我们的列表标签 和代码标签 做了什么样的样式格式化 那代码标签呢 大多数都是我们aptmr5提供的标签 所以呢 随这门课我们要有aptmr5的基础 好 首先我们在 hpd里边新建一个web项目 我们叫ch04 然后我们要导入bootstrap的 这个css和javascript 我把这个ch3里边的内容复制一下 好 找一个头 ctrl c 好 我们新建一个demo01 所以导入我们的bootstrap的css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用到javascript插件了 所以不需要导入javascript 好 我们定一个dii位 class container 好 然后我们在这定一个列表 那我们可以用到这个bootstrap的这个原文件 ctrl f 找一下我们的 ur 标签 找一下点UR 再找一下啊 因为这个UR相同的东西比较多 有点多啊 还在这 URUR他只是做了 marg top等于0 marg bottom等于10 再没做什么处理啊 简单做了一些处理 所以我们只需要知道它这个处理 就是bootstrap对我们的URUR标签 默认做了样式的这个格式化 好我们运行一下看一下效果 好我们平常就是比我们平常的这个列表标签 只是更细腻化了一点 更柔软了一点 再没什么 好我们再看一个 那我们再看 那我们再看OL 再看有序列表 好你们先看一下 好是无序列表有序列表 那只是它俩效果一样啊 只是做的底下marg bottom给了什么呢 10个像素 再没做什么特别的处理 好那么再看一下去点列表 那我们有时候 拿这个列表做一些菜单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它这个 不需要前面这个这个符号 Ctrl C URUR和UR都可以加在选择器 样式 加一个list unstyled listunstyled listunstyled就是设为UR或者OR的这个 styled引导 这样的话 这个列表前面的这个 点或者这个数字就没有了 这是我们的去点列表 接下来我们再看内连列表 我们要做一些菜单的时候 这个列表呢 我们经常要放成水平线 放到水水平上来放 那比如说这个地方给UR 这也给UR 这也给UR 比如说我们要做菜单 这地方可能还有A标签 简单就写A标签 简单就写A标签 好吧 这复制一下 Ctrl C Ctrl V Ctrl V Ctrl C Ctrl V Ctrl V 好保送 好 预行一下 那默认效果呢 就是这样的 因为Bootstrap对我们的抄理节 做了默认的这个样式 那么现在给它加一个 选择器 class 加个样式啊 我们加一个 list in list in line 加list in line 这个样式 画运行一下 这样的话 这个列表就变成水平排列了 让我们做一些菜单 比较方便 好 这是我们的 嗯 逆连 逆连列表 那么先看DL 看DL这列表 DL 然后是DT 嗯 比如说 加瓦 加瓦 DT 我们在这写一段加的描述 说 加瓦是一门面向 对象的编程 语言 我用了差不多十年 非常喜欢它 好 好 那我们可以Ctrl C Ctrl V Ctrl V Ctrl V 这地方可以加画 1 2 3 我这只是做个标识啊 1 2 3 我不想写这么多文字 好 这是DL列表 那我们用心看一下效果 B 那Modern呢 Modern呢 Modern本来DT 很重要 这是我们的DT 这是我们DT Modern DT会缩进 但是在这个Bootstrap里边 把我们这个缩进 给我们取掉了 所以这是Modern DL DT的这样的效果 那它还有一个效果 叫 我们在DL上 可以加一个 class DL Hor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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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一个标签啊 这样的标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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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变成了水平的 这样的话 我们经常用在前面给一个标签 后面呢 我们给给一段什么呢 解释 就是详细的描述 这样的一些效果 会用到这个 DL的这个什么呢 Horiz Horiz 这样的这个样式解释器 好 这是我们的列表相关的这个样式 就这么写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代码 代码那就更简单了 好 再新建一个文件 叫DEMO02 把DEMO01的这个头复制过来 Ctrl-C 哦 哦 放对位置 好 Ctrl-V 这呢叫DEMO02 保存 这代码呢 找官方的文档 官方文档上有一些现成的代码 直接可以复制 找全军样式 全军样式里面 大家找这个 嗯 代码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 叫内连代码 比如说我们有这样一句话 burgh 说 交换 这一代文字 其中中间这个东西呢 是我们的代码 比如说 我这写这样一句话 说 交换的 入口 函数 那我们就可以用Code 比如说public static 那我们可以用Code把它列起来 必须是这样的结构 好那么用了预览看一下效果 它就摸它就这样的效果 因为你在写一行的时候 这个行里边有代码 这个代码你用Code标签把它扣起来 摸认就变成什么呢 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再看还有一个输入 输入标签 Ctrl C 比如说让用户输入 比如说我们说 再往让用户输入一个数字 让用户输入一个数字 输入数字的代码呢 我们是比如说 sca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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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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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好 然后s 这是用户输入的这个代码 让用户输入的是 这个话我们就可以给一个kbd in in fg sc next int 这样用户输入 好运行看一下效果 没有保充 保充一下 这地方 这个还有 我写了有点问题 这本来是 让用户输入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 让用户输入 输入一个 比如说键盘上的 比如说 control out 加 f 本来这种就是 这样的效果 就是让用户输入的这个按键呢 他给了一个header 白字 这样的效果 那比如说 我们重几个例子吧 比如说 那我们再给大家讲这个课的时候 用 control加d 就出现什么呢 这个画笔 那我就可以这样说 我在讲课 10 按按按什么呢 kdb kbd 按我们的 control加d 就出现了什么呢 就出现了画笔 画笔就行了 好运行一下 因为在这种情况 就是当用户要输入的这个按键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kdb把它扩起来 那boostrap默认给了这个这样的样式 就是黑点 白字 正好用户一看 这个看得很醒目 那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代码 用在一段代码上时候的 所使用的东西 叫pre 这早期这个标准上就有 那比如说我们这写 写一段交换程序 public beggar 有匿内 叫个 黑点 公主 填 p 好 我们这给个 SystemOutpoint Hello,Jell 比如我们写一大堆代码 这个代码那你不需要对它格式化 就是你这里边写的什么代码 PRE的标签就给你保持什么样的结构 那如果你没有PRE标签 那这个地方你换行的话 必须要用BR换行 这就是PRE的好处 就是我们要写一段代码的时候 因为里边格式比较复杂 你用ATR的话又不断的加入换行 空格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放到PRE里边 那放到PRE里边还有一个好处是 自动给你把这段代码格式化成一个 这样 给了一个灰点 灰点 然后是黑字 这样看得比较醒目 这是这个代码 那比方我们再说一下 我们在这做个解释 说其中 WAR为2 I 是一个变量 因为ATM5提供了很多有意义的标签 就是这个与一别圈更加丰富 所以说其中I时的变量 这个变量呢 就默认给成 嗯 携体了 好 这是给大家说的这个变量 就变量的话 我们用WAR扩起来 还有程序的结果 SAMP 这段程序运行的结果 我们可以用SAMP来给它输出 那比如说 程序结果为 为什么呢 SAMP 我也比如说是 Hello 好 这是程序的结果 程序的结果 程序结果呢 我们可以放到SAMP里边去 那你试试把它放到PRE里边 可以看成 变成什么效果 用心 一样的啊 程序的结果 好 这是这一节我们学的内容 就简单学习一下 Bootstrap对这个 无需列表 对列表和对代码 做了怎样的控制 对这个代码标策呢 我们直接使用 Bootstrap对我们 自动就是全局设了这个样式 那列表呢 我们也是设了全局的样式 只是我们常用选择器有 样式有list on style的 就是 没有把这个点去掉了 Inline就是 把这个列表水平排列 还有个dl什么的 或者lito 这就是 把这个dt和dd 进行了什么呢 水平排列 好 这一节内容呢 相对比较简单 也没有什么列习 列习 当然就是把 这个 Bootstrap中文文档 中文文档这个代码 和这个 列表 把这里边的效果 大家都什么呢 在你电脑上运行出来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的 谢谢大家的 感谢观看